大家好,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中国男男大名单去路 两人重返国家队,两人获拒绝去战 教练有新人 今天和乔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男男的最新消息 就在今天 中国男男国家队公布了最新一期的集训大名单 总共有16名优秀认队员成功入写 在此我们也表示祝贺 首先广东对方面周鹏,任俊飞,徐杰,赵瑞成功入写 那么赵瑞也是时隔 一旦使劲了重返国家队 很多球迷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么希望赵瑞能够抛弃之前的一些新闻的影响 在本次重返国家队之后 能够给国家队带来更大的帮助 那么辽宁队方面也是有四人成功入写 分别是韩德军,郭艾伦,赵纪伟,张志宁 但是在辽宁队的四个人中 有两个球员很有可能会因为一些软鹰无法出战 他们是韩德军和郭艾伦 韩德军是因为邻居的软鹰很有可能不会参战 因为在之前的国家队中 韩德军也是因为更软鹰缺席了国家队的集训 那么郭艾伦在今天的一场比赛中也是因伤休战 那么给郭艾伦接下来参加国家队的集训埋下了隐患 因为现在国家队的集训马上就开始了 而郭艾伦受困于脚踝上面的影响 很有可能会退去集训 那么另外其他球队有八名球员成功入行 他们分别是王哲宁,吴晴,胡金秋,申明辉 神志杰,麒麟,阿布杜沙拉木和周琪 那么阿布杜沙拉木也是时隔一段时间重返了国家队 本赛季阿布杜沙拉木上入复出之后 整体状态还是不错 因此杜丰指导也将阿布杜重新召回了国家队 那么这个周琪现在是在澳大利亚参加海外的临赛 很多球员担心周琪是否能够参加本次国家队的集训呢 那么根据媒体消息 本次国家队将会先请往澳大利亚 然后有澳大利亚再飞往日本参加比赛 那就意味着周琪应该会参加本次国家队的比赛 而且周琪在采访中也是明确表态 只要国家队需要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 帮助国家队征战国际赛事 很多球迷也是为周琪顶赞 那么除了球然有一些调整之外 其实交令名单也是趋性的新命空 那就是浙江队的局帅刘维为 也进入了助理交令的名单 虽然说刘维为在前面也曾经入行过国家队的交令 但是本次杜锋指的姚明将刘维为重新招入国家队 实际上就是为了帮杜锋分担更多的压力 那么现在中国篮篮国家队的交令赛容非常的豪华 杜锋、郭世强两位冠军架头 再加上刘维为这位非常擅长进攻战续布置的教练 也参加本次国家队的集训 相信中国篮篮的队员在这三位优秀教练的带领之下 一定能够给球迷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那么其实提到本次国家队的集训 杜锋指导的目的非常的明显 并没有挑选年轻小将加入国家队 比如说备受期待的浙江队的儒家豪 再加上曾反博登球员都没有进入国家队的名单 说明杜锋指导本次征战国际大赛并不是为了令兵 就是为了取得好成绩 因此才让联赛中最为优秀的球员进入了集训大名单 可以看出杜锋指导的良苦用心 希望中国篮篮能够用胜利来回报广大的球迷 那么最后我们也祝贺提前日祝 中国篮篮在本次国际大赛上面能够取得优秀的成绩 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